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 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 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 一切有利于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